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早高峰的拥挤推丧中 她的裤腰带不知什么时候被挤掉了 有一次一男一女因为谁踩了谁的脚而大大出手 女人怒发冲冠 操起手提包向男人脸上挥去 谁知包的拉链往了拉上 化妆品 钱包 钥匙撒了一地 男人犹豫几秒钟后叹了口气 蹲下来帮女人捡起地上的东西 还有一次周末天降大雪 地铁站内的人比往日多出许多 一个瘦弱的中年男子 正费力地把身子挤进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 可是她努力了许久 半个身子还是选在车厢外 警示灯已经亮起 车门即将关闭 正当男子进退两难之际 说时迟那时快 车内一位飙行大汉出手相救 将瘦弱男子拦腰抱紧了车厢 车厢里的空间已高度饱和 瘦弱男子动弹不得 脸颊紧贴在大汉的胸膛上 看到这一幕 我的脑海里立马拟好了一部 单美小说的大纲 我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 每天从北京的南边赶到北边 要换乘三次公交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 上班半年来 我从未厌倦 只能把隔夜饭都挤出来的交通方式 甚至有一点点享受 同情路上的这种历险 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来到北云河西地铁站 乘电梯进站后 双手插兜直接穿过无包通道 然后打卡后车上车 整个过程行于流水一气合成 有时候望一眼等候安静的制缓的长队 我心底会泛起一种小小的优越感 我曾经很爱宝 甚至胜过爱自己的男朋友 自从研究起 如何更舒服的挤地铁这一课题后 我的那些包包就全被我数值高阁了 换一身有多个口袋的衣服 只揣着手机钥匙 公交卡和少许零钱出门 我感到自己在人潮拥挤的地铁中 身轻如燕 男装衣裤的口袋 通常比女装的更多也更大 且多数男人并无用手包 来提升自己时髦度的需求 因此在挤地铁这件事上 男女一直不太平等 不带包上班一段时间后 我连高跟鞋也不穿了 挤地铁更轻松 看来女人只要敢于模糊自己的性别 至少在挤地铁这件事上 会更加如鱼得水 地铁上是存在阶级分层的 在这一封闭的空间内 车 房 收入都变得不再重要 有座位的人便是至高无上的有产阶级 哪怕车厢里挤得像快要爆炸的罐头 他们都方寸不乱 安然淡定 或闭目养神 或闲看手机 或想着自己的心事 任神思游历到外太空 站着的人就辛苦多了 他们用左胳膊肘 在胸前顶出一小块宝贵的空间 用右手倾着手机 依靠那一块小小的屏幕 暂时忘掉地铁里浑浊的气味 但他们的眼睛也不是一直盯着手机看 他们会很警觉地留意 有座阶级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每当发现一个有座阶级 把手机收回包中 或朝着车门口张望时 无座阶级们的神经便立刻紧绷起来 他们表面镇定自若 内心却剑拔弩张 盘算着在有座阶级抬起屁股的瞬间 既要快如闪电地抢到座位 又要保持一定的风度和优雅 我每天有三个小时 是在地铁里度过的 为了不让自己产生时间 都浪费在路上这种感觉 我恨不得把电影院和书房 都搬进地铁 在地铁上看电影并不舒服 因为屏幕太小噪音太大 时不时还会因换乘而被迫中断 但回到家 把自己摔在床上 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肚子上 如此看电影 又总会因为姿态太过慵懒放松 而中途睡着 于是我把带看的片子分门别类 节奏舒缓地认识小青青电影 拿到地铁上去看 紧张自己 又需充分调动思维的片子 则留在家里转席心上 赶上忘记给手机充电的时候 我就干脆堂而皇之地 观赏别人手机上的片子 有一次 我身边的女孩在看生活大爆炸 我则在她身后 伸着脖子费力地看字幕 看到颇搞笑的台词时 我们俩一起大笑起来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默契 后来也时有发生 我实在懒得动脑时 也会靠打游戏来消磨时间 某次我正全神贯注地和匪徒憨战 全然没觉察到 身后有一双兴致勃勃的眼睛 正盯着我的手机屏幕 就在我收起手机准备下车时 眼睛的主人才把我叫住 这个游戏叫什么 看着好刺激啊 我顿时有种他乡遇故之般的亲切感 拉着她亲切地聊起了游戏心得 读书当然也是把通勤旅程 变轻松的好办法 我绝大多数的书 都是在地铁上读完的 久而久之 竟然养成只有在交通工具上 才能专注读书的坏习惯 电子书携带方便 可以随时摘录句子 撰写批注 纸质书质感卓越 且保护眼睛 更容易启发思考 有段时间 我常带着纸质版的 文学回忆路上地铁 因为书太厚 地铁上人又多 举到眼前阅读时 很容易戳到 前面的人的脊梁骨 我因此也遭到不少白眼和侧目 但爱书之人 总是惺惺相惜的 除了白眼 我也收获了不少赞赏与鼓励 有一位少年 曾和我短暂交流过 读这套书时的心得 他说 在地铁上捧书而读的人 越来越少了 我认真读书的样子 让他有点感动 我以为他是想泡我 心里盘算着 一会儿等少年跟我要电话号码时 该如何婉拒 没想到车到站后 少年跟我到了声再见 便扬长而去 我愧疚不已 加班后乘地铁回家 便是又一番光景了 晚上十点钟的乘客 脸上不约而同地挂着疲惫和脆弱 好像夜越深 心事就越重 眼神也就越茫然飘渺 这个时候乘地铁 我是不大愿意看书 看电影或者打游戏的 我把身体靠在车厢内壁 让目光扫过那些忧郁的脸庞 在心里给他们编了 一个又一个不负责任的故事 偶尔会遇到混进地铁的流浪歌手 他抱着一把破吉他 穿梭在各个车厢 用沙哑的嗓音 唱起过时的情歌 我听着歌 看见自己的影子 映在车窗上 像一幅被水泡过的肖像画 十点半的地铁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 温热的风 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 身边的姑娘 胖胖的她 重重地靠着我睡 我没有退 我不忍心退 她看起来好累 挨下了身子 向后仰 我懒散地伸长了腿 体面的大树 在寒声之中长大了嘴 旁边的阿姨 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 轻轻地静静地吹 对面的阿姨 醒了又睡 她没什么可以 身边的妹妹 不知道为谁流着眼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